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4月7日 星期三 這一節跟大家說一節 國際新聞 這一節 牽涉很多個不同國家的人 牽涉 牽涉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 牽涉新疆 又牽涉哈薩克 到底發生甚麼事呢 原來就是跟新疆 再教育營有關 話說哈薩克人權團體 就把一個 案件向媒體披露 裏面披露的內容就是 一個哈薩克人 就是他在再教育營裏面的遭遇 竟然在再教育營裏面 竟然客然出現 就是 竟然就是 跟蓬佩奧有甚麼關係呢 這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詳細講這個新聞 以及分析之前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而這個也是緊急呼籲 也會緊急呼籲到 直至到本台 開番為止了 其實是有排呼籲 這個就是 升旗易得道的主頻道被封閉 受到 Youtube的打壓 以及懷疑 所謂的同路人投訴 假如 也不用假如 請大家繼續 做好支持六部曲 最佳的反擊辦法就是做好支持六部曲 包括主頻道和後備頻道 星期二日報都做足 支持六部曲 就是最好的激活方法 當然不是去到 有充分的理據 我們就不想那麼快還擊 但是就醜話說在前頭 大家 也是同業 如果你是堅持要洗橫手的話 我們一樣就會照做 這個階段就不想提出沒有證據的指控了 事實上你要掌握這些證據 也相當困難 無時無刻 都很肯定 但是兩者應該 我不肯定有沒有關係 中共當然是想我們收聲的 中共基本上就是想消滅每個黃色的媒體 所以才希望大家盡量繼續支持 多一把黃色的聲音 也不想多 一份文匯大工 這個就要感謝專業清算師 專業清算師也有幫助我們 轉發我們的頻道被禁的訊息 其實還有很多同道 有幫忙 也在感激他們 因為有很多 感謝不完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也希望大家盡力做好 支持六部曲 受到打壓的反擊方法 就是你以前做一次 兩次 現在最好就做10次 做10次就是最好的回應 某程度上就好像以前的文宣 連龍牆被人撕 就是 C1貼10 其實我們一直都是用相同的原理 去對抗 作為文宣也是一樣 其實黃色的媒體就等於 黃絲帶的文宣 為甚麼中共有不桿子 不桿子是甚麼呢 他說了就是 中共的文宣 也有 或者現在叫做大內宣 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控制媒體 操作消息 甚至乎在有需要的時候發佈假消息 操縱輿論 控制大眾思想 這些就是共產黨的手法 你要還擊 其實就只有一個方法 就不是做君子 當然也不是每天放假消息 因為你也是放假消息 公信力就會下降 但是對著中共 就是要有系統地 最低限度文宣 就不能夠輸給他 這件事 中共的其中一個最大的文宣敵人 做得相當之好的 其實就叫做大紀元 我們是 在任何的地方 包括英國 當然 外國的地方 看到最多的就是大紀元 甚至乎就是 可以去到 不同的 唐人街 不同的 有中國人出現的地方 你也可以看到大紀元 因為 他們相當之了解 中共的手法 所以再講多次 在大陸 反對中共政權的所有內地的人民 全部都是我們的同路人 事實上他們對於香港 未來的主張 甚至乎就比大家 想像中 寬鬆很多 他們絕對就沒有說 要一個 一個統一的中國 一個統一的中國 從來都是中共 作出來的一個 控制人民的一個宗教思想 所以反共的人就很清楚 這個根本由始至終就是一個作出來的謊言 當然也包括新疆 新疆根本從來 歷史上也不是你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從來新疆 就是被你強佔回來的 西藏更加不用說 把所謂 統一 又或者有一個好點的名字 叫甚麼大一統 變成一種宗教 其實中共就玩得最傻家 全世界似乎都沒有一個地方就玩這一種 遊戲可以玩得好像 當今的中國政府那麼成功 回來再說這個 哈薩克 哈薩克這個人權團體 叫做阿塔朱爾特志願者組織 名字比較巧巧 因為 就是譯音翻譯 這個創辦人就叫做塞爾克堅 他們就表示其中有一個 案件他們處理的就是一個哈薩克 來的女士 在前天就在中國 住這個 阿拉木圖的總領事館面前示威 要求中國當局釋放她這個丈夫 她的丈夫就是被激壓了在新疆的在教育營裏面 根據這個組織 的資料 她的丈夫就被激壓在 在教育營裏面 在教育營裏面就是被要求做很多很奇怪的事情 包括竟然叫她拍片 拍片做甚麼呢 不是拍淫照 竟然叫她拍片 就是攻擊美國的前國務卿蓬佩奧 令人匪夷所思 為甚麼在教育營裏面包括要拍片 發射蓬佩奧呢 最好笑的事情就是這個男子 這個太太的丈夫 根本就連蓬佩奧是誰都不知道 大家不要覺得出奇 實際上 中國大陸 大家猜一下到底有多少億人 不知道 誰是美國 前國務卿蓬佩奧呢 非常之大可能 就可能有一半以上 即是換句話說可能有七億人 根本也不知道誰是蓬佩奧 早前因為這個人民日報 高調登文章 評擊美國 前國務卿蓬佩奧 才令到國內的人民仿然大悟 原來 國務卿 蓬佩奧說的話 每一樣東西都是真實的 因為蓬佩奧出來攻擊得最大力的不是中國大陸 蓬佩奧出來攻擊得最大力的是中國共產黨 蓬佩奧有他的助手余茂春幫手 認清了中國大陸 要對抗這個政權 其實就是要將他 中共和他的人民 要徹底劃分 假如胡亂把他捆綁在一起 換句話說 這個就是 作戰裏面 最差的辦法 就是你把 十幾億人和政權捆綁 變成有十幾億敵人 這個就是新疆的男子 根本就不知道蓬佩奧是誰 他就是被關押在新疆 裏面的 再教育營 已經關閉了14個月 再教育營的當局就是要求這個男子的太太 不能夠再在 哈薩克出席那些維權的行動 換句話說就是中共 最厲害的做法就是禍及妻兒 你的老婆就在哈薩克 搞維權運動 那我就會拘捕你 甚至乎還要逼他離婚 如果不離婚 就不給他護照 也不讓他離開再教育營 原本這個男子就是 從事裝修的業務 但是他在 再教育營裏面竟然就是要逼他學做廚師 證明其實這個再教育營就是軟硬 甚麼都有 軟工 硬工 甚麼都有 也有利友 包括 如果你乖乖地跟你的太太離婚 不再搞事 就會安排10萬人民幣給你 讓你去買房子 某程度上就是讓大家可以去聯想一下 到底被人拘捕了回大陸 到底關押了入面的時候 到底 其實 就是會對你做甚麼 而我們對於中國大陸 跟中共的理解 他們現在多數會哄你 哄你多於一切 除非你就是死硬派 如果不是 多數現在利友居多 不過當然 這個就是 case by case 每個情況都不一樣 這個只是普遍 普遍現在大陸的做法 整件事就是最奇怪 最令他感到頭癢的地方 就是竟然叫他拍片 罵蓬佩奧 根本他就不知道蓬佩奧是誰 怎麼能夠無端端拍片 攻擊一個根本你也不知道是甚麼人 的人呢 這個資料 提供了出來 令人知道這個中共 很明顯 就是非常之害怕 這個美國的 前國務卿蓬佩奧 因為蓬佩奧 就是 近年 最清楚要將中共 中共和人民 分開處理 要消滅中國共產黨 提出這個主張的人 而又 擁有那麼高的權位的人 中共非常忌憚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裡 再有新消息 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